尖家苍苍,白鹿为霜 多年后,当人们再次唱起这首歌时 已经忘了它背后那个黑暗的故事 在我们今天的通行版诗经前 有这么一段序言 尖家,此相公也 未能用周礼将无以鼓起国焉 诗经的国风本就是来自民间 传达摄情的乐曲 可是,说尖家是在讽刺前相公 又有何证据 公元前770年 秦相公因呼送平王东迁有功 获得了齐山以西的一块封地 天子自他贵族的礼乐 秦正是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之一 然而,随着秦国等诸侯国对礼的僭越 西州社会逐渐走向了分裂的战火年代 史记中曾记载道 秦相公成为诸侯后 自以为是少侯神的代表 左西智,祭祀白帝 周礼规定了天子祭天 诸侯祭明山大川 而秦相公将祖先与天同纪 显然是鉴阅了周礼 不过,西州社会行不上师代夫 礼不下庶民 一场本就与平民无关的秦贵族内部激励 真的会引起秦国百姓的愤怒吗 而从《诗经秦风》中的其他作品看 夸赞秦相公行周礼的到不少 说明秦相公并不是不能行周礼 史记中的这段文字 似乎也是唯一一处能够找到的反面证据 自秦相公这段话让人有些怀疑 毕竟,如今连小孩都知道 这是一首爱情歌曲 等等,再看一看 秦相公祭天 说明秦人祭祀并不用周礼 卫星周礼或许说的只是秦国祭礼 而关于秦人祭祀用人用生的不合理 却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正宫 以生三败劳辞夫制 周礼对祭祀生平的数量有严格规定 最多不会超过十二 而秦德公却足足用了三百劳 二十年,武功祖,藏雍平阳 初一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 三十九年,木功祖,藏雍 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秦之良辰子于是三人 明月演习,重醒,真虎,亦在从死之中 无论是死去的牲口还是陪葬的人命 都是秦国统治者对百姓财产和生命的一种掠夺 而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考古发现,依然在建筑房屋时 会在四个角埋下小孩来奠基 接下来的智楚,安门,洛城 还会使用大量的人生祭祀 殷墟一族二十一座机址 所发现的人生骸骨就有六百四十一具之多 只要有贵族死亡 就会有无数奴隶被砍下人头去陪葬 因人竟是鬼神 这是一种用造鬼来驱鬼的鬼魅缠身的心态 也是导致殷商不得人心被各族讨伐的原因 周推翻殷商后,以礼代之 这种现象几乎消失 然而,秦国作为殷商一民 却保留了他们的祭祀习俗 秦木公死后 用三个保家卫国的将领陪葬 人们纷纷同袭 宁愿以自己的性命换之 这是试镜黄鸟里的诗句 如今躺在地下的兵马俑 也是秦国这种鬼神思想的佐证 秦人上午 《清风奇雨》九篇 多与军事战争有关 又怎么会出现这么一首爱情歌曲 正如为原的解释 尖家苍苍,白鲁为霜 描绘的不是一个暧昧的求爱场景 而是在万物消极的秋天 一个被白雾笼罩,恐怖肃杀的早晨 而后面引出的所谓一人 也非指美人 而是指有才能的仙人 从小雅白居 所谓一人于冤家客 也可以推断 秦香公卫行周里保留暴力之俗 勇士上帝对外称霸的隐心现义 君子仙人纷纷隐退 这才让百姓感叹到 道足切长 一人难寻 一切都在那条长河中逝去 自秦香公这段话已经无人能够证明 唯一能确定的是 2700多年前 在秦国的这片土地上 曾经唱起过这样一首歌曲 秦香公卫行周里保留暴力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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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一人恩在水黑一方 秦香公卫行周里保留暴力之俗 幸福军